不要嘀咕人性的黑暗,看看受伤的有没有你爱豆,快抱走。 大家都知道现在娱乐圈出道的新人越来越多了。 当然有喜欢的就会有不喜欢的,俗话说,谁能载周亦能复周。 粉丝的能力是巨大的。积极的粉丝能给爱豆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 但黑粉的存在也影响着艺人的心理健康。我们可以不喜欢。 但是不要去敌讳。之前蔡徐坤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在表演过程中突然停下来,后来在视频中才发现。 原来是有人拿着极光灯追着蔡徐坤的眼睛照。因为被极光笔长时间照射才不得不停下表演。 极光笔对人眼睛的伤害是巨大的。轻则受伤,重则会让眼睛失明。 在后来的节目过程当中蔡徐坤因为眼睛不是频频用纸巾擦拭眼睛。 还有一阳千玺,在TFBOYS3小指刚出道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表示不喜欢他们,还把他们的组合的名字改成涛粪男孩、舔粪男孩等。 三个人刚出道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小。能够接受这么大的诋毁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可以的。 给三小指点个赞。但一阳千玺就比较惨了。还受到过黑粉寄来的直接娃娃。 真的不能理解有些黑粉怎么能这么毒,忍心让一个孩子接受这么恶劣的诋毁。 杨阳因为出演电视剧《全职高手》中叶修一角被援助党接受不了。 所以被黑粉在清明节的时候烧海报和烧纸钱。杨阳是个大活人。 在清明节被烧纸钱这不是诅咒吗?其实小编觉得杨阳因为军人出身身材非常好。 在娱乐圈中一直都是不争不抢很有素质。还是希望某些人能够理智追星。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魔鬼,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性到底可以阴暗到什么地步。 高小松曾经说过只要有人造谣,他就告。告赢了对方赔钱。 后来造谣的事就真的少了。小编这里为他们说两句话。 希望那些被攻击的明星们能够像高小松一样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不要对那些恶人心存善念。 感谢您观看这篇文章,喜欢记得点赞留言,谢谢了。